土耳其军队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促使一些国家担忧 关押在叙利亚东北部的极端组织成员越狱重组死灰复燃 当地时间11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出席 独连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时表示 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的军事打击 会使当地已经被关押的极端组织成员趁机逃脱 并且再次武装集结 这将使当地的局势面临更大的威胁 在西方北部库尔德武装部相产 南北部库尔德武装部的海外 在西方北部位身体中了 高兴建议时校圈地位置 他是city公园的沾南人 他们迷糊在哪里 现在美国人们合作和西方卓尔德武装 现在俄罗斯坏营卓尔德武装 那些小兮 穆罗斯坡人们拐 под踩敦 在这些組合繁星的图格 这些图格 在这些图格上中的背景 在发起军事行动次日 土耳其政府曾表示 后续将在叙利亚境内设立安全区 关押极端组织成员 但这一举措并未平复外界担忧 土耳其媒体甚至推测 再押极端人员受过专业作战训练 库尔德武装很可能孤注一掷 释放并武装这些俘虏 利用他们与土军作战 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弗勒德里昂10号表示 由30多个国家参与的打击极端组织联军 应就此问题展开紧急磋商 另据报道 美国官员日前说 虽然看管极端组织俘虏的一些库尔德人 离开岗位迎战土耳其军队 但不必担心俘虏营没有人管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美方正把最危险的俘虏 转移到其他安全地点 美联社以多名美国政府官员 为消息员报道 美方现在仅把两名英国籍俘虏 从叙利亚转移至伊拉克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抱怨 其他国家不愿接收本国国籍的 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特朗普说 这些在押人员大多来自欧洲 他们应该回到欧洲 回到德国和法国 美联社报道 美国多次向欧洲和中东国家施压 要求对方接收俘虏 但多数国家不愿意或迟迟不推进 接收事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